ニューティ人 哈囉大家好 我是帥狗 願齊斐與女同在 人皮獸、陸翼、野獸男孩 本名加菲爾德加爾。如根 他是少年泰坦的核心成員 首次登場於Done Picture 第99期D965年11月 在觀眾眼裡 人皮獸總是嘻嘻哈哈 帶來滿到溢出來的歡樂 但事實上 他的人生經歷並沒有這麼簡單 透過這次的影片 你將會再次認識人皮獸 你發現這個人物 其實是個豐滿 充滿層次感的人物 好 那麼讓我們開始這次的影片吧 人皮獸的父親Mark Logan 是一位生物學家 Mark Logan為了做生物研究 西家代卷一家人前往非洲的熱帶雨林 家裡只留下一位法律會計 Negles Cartree替他們做管理 一家人本來很快樂的在熱帶雨林 進行科學活動 沒想到 佳爾卻不小心打翻一個樣品 樣品裡的液體見到小男孩身上 過沒多久佳爾就因為樣品的關係 病倒了 看到自己還是迅速虛弱 Mark相當緊張 試了各種偏方 但都不見轉機 再加上這也是熱帶雨林 沒有完善的醫療設備 Mark實在是沒有選擇了 他只好將希望躲在實驗中的 動物DNA轉移裝置上 Mark嘗試透過替孩子追加動物的DNA 能夠加強孩子的抵抗力 藉此拯救自己的孩子 結果Mark不懈的努力 孩子才好不容易保住性命 但這也完全改變佳爾的命運 他的膚色變成綠色 此外他發現只要自己集中精神 想像一種動物 自己就有能力變化成想像的動物 這個能力可是真的嚇壞自己的母親啊 儘管變得易於常人 父母還是用大佛慈悲心 接受這樣的孩子 可好景不長 加爾一家遇上船難 他們的小船被推到了瀑布旁邊 加爾因為身上的變身能力保住移民 但他的父母就沒有這麼幸運 他的雙親就這樣掉下瀑布 從此天人永隔 隨後加爾被送回美國的家 並由法律會計Negro Scalch接手照顧他 回美國之後 加爾帶著父母的研究成果 他們家獲得一筆巨額的財產 沒想到Negro Scalch 就虎視眈眈這筆遺產 更是由法律繼承權的加爾 為你中丁 往後的日子裡 人皮獸認識超級英雄組織Dome Pitro 他們的英雄事蹟更是讓加爾崇拜不已 說到啟發 加爾也以人皮獸的身份開始新俠仗義 他們一起行動搞了不守事 不過人皮獸跟他們的關係 並沒有想像中的友好 人皮獸並沒有正式加入Dome Pitro 他只是參與組織的活動 並沒有名分 人皮獸非常渴望加入Dome Pitro 或者是少年泰坦 可因為沒有合法的監護人 他一直無法入團 人皮獸曾經被一位邪惡的訓獸師控制過 他替訓獸師表演特技 欺騙無知的觀眾 而知道這一切真相的少年泰坦 介入這件事 後來人皮獸被少年泰坦解救 之後當Dome Pitro的正式成員 善良的Elastic Girl 知道人皮獸的悲慘童年後 他心生憐憫 透過合法的手段得到人皮獸的監護權 一切都看似好轉 可沒想到 後來Elastic Girl死亡 Dome Pitro也隨之解散 此後人皮獸流浪好一陣子 他甚至還當過電視節目的演員 只是...他沒活 此外這段日子 人皮獸過得也不輕鬆 他還跟自己曾經的監護人 會計師Garch交手貨 還組織自己的英雄團隊Titans West 可最後都不了了之 又不知道過了多久 終於來到Titans的時期 Reven感覺到末日逼近 為了抵抗末日 Reven主動造極小夥伴想組織Titans 人皮獸就是榜上名單之一 他自己也十分驚訝 入團之後 他發現這裡的人跟自己不一樣 各個都充滿學問與智慧 他再次感受到深刻的無力感 他的不安與自卑讓自己戴上小丑的面具 在初剛認識剛活的時候 人皮獸表現得極度不自在 但在經歷長時間的相處 兩人一起出生入死之後 他們便成為一對好基友 在Titans的人皮獸經歷了許多事 認識了許多人 他得到成長 人皮獸在這個過程中 第一個重大的成長 就是泰拉之亂 這位可愛天真的少女 深深吸引人皮獸的心 人皮獸瘋狂地追求泰拉 透過人皮獸不懈的努力 兩人才好不容易要踏出第一步 但沒想到 這個時候殘忍的真相爆發了 泰拉其實上中的手下兼情婦 這個殘忍的真相 重重打擊人皮獸的心 最後泰拉因為查證到自己罪惡身重 他選擇犧牲自己幫助Titans擊敗上中 之後人皮獸的養父因為癌症而陷入瘋狂 甚至要傷害人皮獸 在Titans的幫助下 他們一起擊敗養父 並讓他恢復正常 更準確地說 應該是在Raven的幫助下 經過這些事件之後 人皮獸對Raven產生特別的感情 長時間的相處之後 兩人還曾經名正言順地交往過 因為這段感情是已經經歷過泰拉之亂 因此這次人皮獸的處理 是更加的成熟穩重 可最終兩人還是無法修成正果 沒想到岳父大人翻弓 不然找上了地球 並向Titans出手 人皮獸更是被控制成為他們的奴隸 經歷了許多不可名撞之事後 他們才好不容易暫時打退岳父大人 只有Raven擔心自己會失控 誤傷了對自己而言重要的人 他選擇離開人皮獸 經歷這麼多 人皮獸在跟鋼鼓訴苦的過程中 找到了新方向 他將撕去嬉皮笑臉的面具 以一位成熟的英雄的姿態 帶領新的Titans 之後宇宙就重啟了 再來開始的就是 2011年的New 52的故事 很可惜 New 52並沒有花這麼多篇幅 去塑造這個人物 加爾是一個名叫 NOWHERE組織的實驗艇 他經歷了許多不人道的測試 打針 吃藥 樣樣來 不僅如此 組織還是常辦一些不人道的比賽 這些競技比賽 是要測試這些超能力者的能力 誰比較優秀 而且他們是動真格的 失敗者只有死路一條 這段痛苦的日子 不知道持續多久 後來在Titans跟Dr. Karen Fairchild的幫助之下 這個組織才暫時的被瓦解 人皮獸才重新獲得自由之身 而這之後 他便名正言順的加入少年太太 這大概就是New 52重啟之後的起源 New 52故事中 有一個特別值得跟大家分享的故事 這個故事又是Trygon來搞事情 Raven一樣要對抗自己的父親 Trygon派出兒子追捕Raven 而人皮獸一樣殘遭控制Play 他變成紅色的人皮獸 其實這段覺得像舊版之計 我覺得看得很有感覺 人皮獸的能力有 他可以變成任何動物 而且到了不一樣的地區 比如說到異界或是外星球 他可以變成當地的生物 或是變成我們無法想像的怪物 在動畫中 Tytans為了拯救Raven曾經下過地獄 下地獄 人皮獸突然變成超巨大的怪物 而且長得真是有夠帥氣 看起來超強的 這麼看起來其實 人皮獸的能力非常的方便 可以視戰場需求 隨時改變形態 是個沒有極限的英雄 再來我們要聊聊 關於人皮獸的感情世界 其實人皮獸之所以會喜歡泰拉 除了她長得漂亮之外 就是泰拉人格特質 吸引到人皮獸 泰拉就是那種酷酷的 欸你不要來靠近我 你們不覺得人皮獸 特別喜歡那種很難追的女孩子 不管是泰拉還是Raven 突然覺得她真的非常帶種了 其實我個人是還蠻喜歡她跟Raven這個配對的 他們兩個的個性真是天與地的差異 一個很安靜一個很哀鬧 所以我覺得他們非常適合因為互補 然後我看過很多網路上的二創漫畫 都把人皮獸跟Raven這對畫得非常的可愛 當然也是要看人啊 像有的人會覺得 Raven你幹嘛那麼高能 這樣很討人厭 也有人會覺得 人皮獸你幹嘛這麼白目很煩欸 人家都不喜歡你 為什麼他一直爬到人家身上啊 或是變成動物賣萌啊 跟人家甩奶 不知道各位客觀的想法是什麼 你覺得人皮獸跟泰拉比較配呢 還是跟Raven比較配 又或者是跟崗古比較配 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喔 人皮獸雖然看起來活潑可愛愛鬧 但事實上這只是他脆弱的內心 強行裝出來的保護色 這個人物特色非常真實 做完這次的懶人包 自己也對他加了不少好感 希望各位會喜歡這一位角色 你能夠多一份耐心 去關心身邊跟人皮獸相似的朋友 如果看完影片 你發現自己跟人皮獸是同一類人 那麼我想你也應該知道 該怎麼踏出去了 先找個好機友啊 好 以上就是這次影片內容 希望各位會喜歡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歡迎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打開鈴鐺 打開鈴鐺的話 你就會在我更新影片 第一時間收到通知喔 如果覺得這次影片不錯 歡迎分享給你朋友感興趣的朋友喔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See you 來吧 來吧 i don't do funny you asked for it three words disgruntled radioactive clone how could you tell Azarathmetreons MIRICALS he just put on three hundred thousand pounds I am so jealous